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這裏提過有關多倫多大學的民選學生會 一位藏人 當選後被中國在加拿大學生 連抗議騷擾他在他的Instagram 在Facebook留言恐嚇之外 亦發動聯署罷免他 另一宗亦發生在加拿大校園 就是加拿大的麥克馬斯特大學 有一位維吾爾族活躍人士 應邀去這大學發表演講 題目自然是最近最熱門西方 相當關注的一個話題 就是在新疆再教育營的問題 不過在演講期間被中國留學生抗議 而且中國留學生抗議之餘 也知道他們就著這件事聯絡 中國留學生聯絡在駐加拿大的中國大使館 連續發生兩宗事件 令到加拿大當局 或者加拿大的學術界人士相當大的關注 中國留學生在加拿大的大學 越來越多形成了一股勢力 那股勢力足以左右一些學生 邀請不同政見的人 去發表演說 去搞活動 或者是做學生會的主席等等 都受到中國留學生的干擾 而且越來越多跡象顯示 這種干擾不是自發的 而是由中國駐加拿大的大使館 在那邊組織和發動 那些專家對這件事表示相當憂慮 尤其對教育比較關注的 加拿大方面 這件事顯示到中國留學生在西方校園 形成了一股聲音 一股勢力 和一股協調一致的力量 反對並試圖壓制他們認為 那些批評中國的言論 本來學生搞活動也好 你做學生會的主席 或者是有不同的政見 一點都不奇怪 我們當年在大學裡面 國粹派 社會派鬥過你死我活 所謂你死我活都是民鬥 大家互相貼大字報 有不同的觀點一點都不奇怪 而且很多跡象顯示 國粹派是由中共的地下堂去領導 但是也不會形成一種聲勢 去壓倒對方 或者恐嚇對方的情況 但是現在由官方協助 這班中國留學生 由大使館協調這班中國留學生 去阻礙大學裡面的言論自由 和學術自由 就令大家很憂慮和關注 大家知道 在中國大陸對於大學的管制是很嚴重的 大家只能夠一種聲音 學生會 即使是所謂的選舉產生 也不是正式的民主選舉 通常都是被派被委派 全部都是團的幹部 黨的幹部 進去領導學生會 但是在這些大學裡面 在加拿大的大學裡面 學生的活動就是多元化的 什麼意見都有 你說什麼動都可以在學生會裡面 發表意見 加拿大一個民主國家 即使是灰北黑分離的運動 也不止一次試過 整個政治事件也做過公投等等 都不會用武力的方式 或者用法律去制裁這種言論的主張 甚至他們真的要分離 都是用投票的方法 加拿大是一個多元化 容許不同的聲音的國家 當然在校園出現這種情況 那些人就指責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 是不是你們在背後拆動的 他們就否認 否認中國政府和這件事有關 但是表示支持中國留學生的 正義和愛國的行動 隨著中國留學生在西方的數目大增 外交就擔心什麼呢 就是中國政府在支持 而且指導下中國留學生 正在形成一股傳播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 傳播這個力量 就令到當大學裡面有任何爭議 那些爭議或發表的言論 是不同意中國政府現行政策的意見的時候 包括我剛才說的一些藏族的學生會 當選的人當選做主席 或者邀請維吾爾的人去學生 去大學裡面 是關於新疆再教育營的問題 這些在中國現行政策 認為是一種反華的活動 他們就用組織的力量去抗議 令到無論是學生的層面 甚至是教師的層面 都不敢隨便去表達自己的觀點 而騙殺了辯論和開放的自由 亦侵害言論自由 譬如說西藏學生 參加多倫敦大學 斯柏特勒分校的學生會主席 當選後 他在社交媒體中 發表了一些支持西藏 甚至支持西藏獨立的言論 受到上萬人簽署請願信 剛才說過 不僅僅說過 亦在他的Instagram 在他的Facebook中 留一些相當惡毒攻擊的言論 令到他自己擔心 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學校亦表示關注 雖然他們很少介入 一些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學生會活動 唯有純粹從這位同學的人身安全 有沒有受到威脅 是從那裡過度出發 至於學生之間的爭論 學校是不會介入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後 習近平提出後 在中國教育部發出了一個很明確的指示 那個指示不僅是干預 或者管理在中國大陸裡面的大學生的活動 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 而且將干預和管理範圍擴展到 在外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 教育部的指示說 在開展中國夢的教育的時候 必須將中國留學生作為一個重點 構建祖國 使館 留學團體 港大留學人員的海內外立體聯繫網絡 使得留學人員充分感受到祖國的關愛 主動宣傳祖國的發展 有可能相信教育部的指示 是促成今天或過往幾年 在西方大學 主要是在美國大學 加拿大的大學 發生這麼多宗有不同意見的 反對中國政府某些政策的學生會活動 受到當地留學生大規模抗議 相信與此有密切關係 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室上 去年發表了一份報告 有32位學者一起寫 說中國領事館通過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簡稱是CSSA 阻止西方校園內 關於被中國官方視為敏感的活動 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大家都知道是由中國領事館控制的 很重要的組織 充當了中國學生政治同伴監督的渠道 甚至會對學生的家庭成員施加壓力 2017年 加州大學聖蝶哥的分校 宣布請達賴喇嘛 當年畢業典禮演講嘉賓 後來這間學校的CSSA 就是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威脅要採取強硬的行動 堅決抵制校方不可理喻的行為 並就這件事 諮詢了中國駐洛杉磯的總領事館 另一間大學說 這個組織被指在2008年時 煽動一些騷擾的活動 針對一名在西藏抗議活動中 試圖調解雙方爭執的中國學生 這個組織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令到大學的校方都相當忌憚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這班中國留學生 已經成為了某一些學校的 很重要的經濟命脈 大家知道西方的大學 無論是英國也好 或者美國也好 修外國的留學生是作為校方發展的 經濟來源的很重要的部分 越來越多中國的留學生在留學 變成他們的意見 或者他們的聲音 學校會相當重視 因為他們是米飯班主 因為他們沒有校方或政府的支持 所以要交全費 也這麼說 有來自不同的學生 來自不同的學生 又令學生的文化可以多元化 而且很多這些CSSA 就是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在網站上提告 他們是受到中國住地區的 領事館的支持和指導 但他們說他們沒有參加政治活動 沒有參加政治活動 但是受到指導 有些留學生跟美國媒體說 他在課堂和私下表達自己的觀點 都是非常審慎的 因為知道自己的言行 可能被回報到中國那方面 也有很多中國留學生認為 捍衛中國官方的觀點 和中國官員合作是應該的 有些是這麼想的 有些是擔心受到打小報告 而很謹慎地發表意見 有些學者說中國留學生的例子 和美國是不同的政治制度 在不同的環境下長大和接受教育 得到不同的信息 他們在西方也好 他們的政治觀點也沒有大改變 也有一些在多倫多 那位藏族的學生會主席被受騷擾的時候 有些學生說他們是不同意 這個學生會美拉姆的主席 會長的看法 不過他們沒有受到中國政府的指示 我們會看到這樣的現象 我們簡單地總結 第一 中國留學生在西方大學中 人數越來越多 成為大學的一個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在中國雖然是社會主義 不過他們覺得老闆大勢 出錢的就是老闆 所以學生加學費就變成老闆 於是在學校裏面的不同意見 他就會以老闆的身份出來表示抗議 表示提出一個反對的意見 甚至用那種粗暴的說法 這個做法或者態度 提出反對的聲音 我就說不同意見可以討論 可以平等討論 甚至你對選出來的學生會會長 你認為他很不滿意他 你就抓住他的錯處 然後用方法去罷免他 根據學生會的規條 根據法律來罷免他 完全沒有問題 不用用這些粗暴的方法 但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老闆 所以我給了錢 所以我覺得他的意見 是他應該跟著我們選出來的 學生會會會長 應該跟著中國留學生的看法 或者他們屬意的人才可以當選 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就是 這群留學生 大部分的人都是 學生學者聯合會的管理範圍 這群人其實出去也好 一直都受著中國控制的 學生學者聯合會的影響 甚至不單止影響 你看到我剛才的說法就是 他們在課堂上 在課外活動上 都不敢隨便表達自己對某些問題的政治觀點 如果要表達的話 他也要跟著官方的口徑 原因是他怕打消報告 就是說這種 互相監督的特務行為 可能一分鐘內也有職業學生在那裡 可以向領事館打消報告 可能得到不少好處的職業學生在那裡 這種特務行為 互相監督的特務行為 是令到留學生 即使在西方的自由社會中 都仍然受著一種有形和無形的壓力 是不敢越雷遲半步的 更何況他不敢越雷遲半步 因為他在家鄉裡 可能會有爸爸媽媽 或者弟弟妹 或者其他親戚在裡面 可能因為這樣 他是忌憚當局 如果一旦發現他在外國 亂說亂動的話 他們在大陸的親人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們的行為是相當一致的 因為是基於恐懼 還有就是因為中國駐當地的大使館 其實控制這些學生是很嚴重的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也對一些異見的人士 維吾爾人 藏族的人 他們也會用集體粗暴的辦法去招呼他們 務求使這些學生 即使他們當選也好 都是寸步難移的 如果他找一些所謂藏獨 僵獨的人去演講 他也會令他們 最後無實而終要被迫 去各自或取消這些活動 簡單來說 即是說在中國大陸 這種民族主義 或者這種擁護共產黨的形態 不單是中國大學院校裡面 必然要奉行在外國 特別是多中國留學生 在那裏讀書的地方 已經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勢力 去左右 學校裡面的學生活動 的政治主張和立場 甚至是在教師的政治主張和立場 fundamentally在中國大學院局 GSA 我認為ingo 是中學自己還是有 Wesley 會離開 是 Welsh manner 如果用嗓號的真高 如果哪一個是中國學生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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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 fastest 在某程度上是有點相似 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都會受到影響 這種情況 在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況且如此嚴重 你想想香港是怎樣 香港也是一樣的 香港也有很多所謂的內地生 有些人叫做中國留學生 他們也對於校園中 一旦有所謂港獨的涉嫌或自決等等 遲些可能說自由 說命運自主 都被視為跟港獨一樣 就會受到內地同學攻擊 不僅僅 這群內地同學為何如此一致 也是一樣的 中聯辦一直聯絡他們 有一個對口單位 對這群內地生 有一個對口單位 偶爾會跟他們談心 偶爾會指示一些職業學生 去看著其他同學 大陸來的同學 或是校園中有什麼階級鬥爭 申動向 又向他們匯報 從而發出一些政治動員力 看什麼時候會有集體的行為 有集體的做法 而去干預或者左右大學 學生的自由活動 是一樣的 不僅一定會比美國加拿大大學更嚴重 因為很多學者都是大陸來的 現在香港的特區政府 也和大陸幾乎是言聽計從 對於大學發生的事情 現在校長也換得七七八八了 有多少個是有獨立思想的 有多少個是擁護 或是捍衛學術自由的 或是政治言論主張的自由 明顯是越來越少 在這種情況下 你說如果美國和加拿大的校園 在中國大學生的勢力 或是惡勢力的 纏繞下 都要記他們三分 在香港是否更加不堪設想 其他大學 我覺得某程度上有些自甘墮落 無論是香港本地的大學 或是美國加拿大的大學 例如香港本地的大學 最近你看到 有些報紙揭發出來 都不是今天開始 那些學者也好 或者校長自己本身 是來自台灣的 他的母校是台灣的大學 台灣大學有很多家 都叫做國立什麼大學 於是他們自我審查 我不知道是否中聯辦叫做 還是教育局叫做 他在介紹校長或學者的時候 把國立這兩個字刪除了 台灣 所謂國立其實是中華民國國立的意思 都刪除了 純粹叫 那個大學的名字 國立台灣大學 就叫做台灣大學就算了 國立清華大學就叫做清華大學就算了 或者叫台灣清華大學 其實如果你調查 沒有台灣清華大學 有國立清華大學 所以這種自甘獨落 香港一點都不奇怪 我們見怪不怪 因為已經是主權移交了那麼久 但是你在 美國加拿大 對於這些中國留學生 對於受到中國在當地大使館 控制然後在那裡集體地 去搞政治活動 干預言論自由學術自由 這個行為 或者這種現象 學校是否完全 可以 沒有辦法處理 如果他真的可以影響 這個 學校裡面的 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表達自由的時候 校方是否應該 想辦法作出干預 從源頭干預 有些學校的校園 來自大陸的學生 比例大得那麼重要 比例大 出錢多 自然從他們的角度來說 覺得自己的勢力很大 什麼都要出聲 什麼都要干預 什麼都要非達到目的 死不罷休 而且這也是相當粗暴 是否從源頭想想 是否一定要收那麼多中國大陸的學生 是否是引這群人進來 去干預自己 學校的發展 是這群大學的高層 是樂見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發生一宗 兩宗 三宗 四宗 還有什麼人 你堅持下去的人 都不是沒有的 但是如果堅持下去 會遇到那麼多麻煩 他們會不會覺得 多事不如少一事 不要搞那麼多 那就算 令大學 包括學生 包括學者 想表達不同的聲音 都要想來想去 可能最後還是不敢做 對於學校的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帶來什麼衝擊 對於整個國家的核心價值 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敗壞的情況 在大學已經開始 一路爛上去的話 最後的結果 是不堪辭上的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 給我 用PayMe 匯豐銀行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 你用 八達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 都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劃線 寫這個名字 寄去這個地址 我都收到 你用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Facebook P.M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 都